已经安装了BeautifulSoup 所以特别注意,第一个 我们必须先把这个BeautifulSoup 一定要先安装起来 然后透过它里面的 主要有几个方法 蛮好用的就是 我是比较习惯用那个Find Find的方法 Find意思是寻找某一个标签 它的位置在哪里 我只要知道它的标签名称 很多其实如果是像刚刚那些 都是放在那个超连底 有一个共通的名称 我只要抓到那个名称 我就可以抓到它底下的东西了 OK 那第一个我们要透过它来做 里面的话主要透过那个Find 跟那个FindAll的方法 当然它另外还有像刚刚同学有问到 那个Slate的方法 不过我试过 好像那个方法跟用Find的方法 结果很多地方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一样的话 那我当然选择我习惯的方法 OK 怎么做 这个可能慢慢你们要揣摩一下 因为这个难度其实还蛮高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懂得利用爬虫的话 它其实很多网页 如果你是经常会去抓网路资料的人的话 那就会减少很多的力气了 就不用像以前一样用人工来做 不然如果用人工来做的话 哇那这个 资料永远抓不完 如果说用爬虫来做的话 你基本上就不用做了 反正它就自动抓 自动抓自动告诉你结果就好了 甚至你可以有一个演算法 一个公式 告诉你那个结果到底是符合你要的 如果是你要的再告诉你就好了 如果不是你要的那就不用告诉我 OK 好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我们本来是想说先试那个YouTube 不过YouTube你会发现 它的这个规则又改了 所以我们可能 再先以第二个先来试试看 我刚刚试一下应该是OK的 首先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要下载那个Yahoo的新闻好了 那我要的就是新闻标题跟网址 所以这边有个连结 连进来之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这上面有这么多新闻 焦点、运动、娱乐 OK 最近这个 然后这些新闻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些新闻 比如说焦点第一个 我希望把这个名称把它下载 并且把超连结也下载下来的话 第一步先按右键检查一下 那一样 我是把它Dug到下方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它里面的资料 那你会发现结果 如果我要超连结的话 一定需要这个东西 叫A 控一格HREF 这个就超连结 那它里面的话 这个里面的话 会有一个span 有没有 span的话就是这个名称我要 所以如果我要抓它的话 第一个你可能要先找到什么 找到它的特征 A这个东西 后面HREF就是它的超连结 后面的话有class class的话就是这个 就是它的类型 所以关键地方来 如果将来你可以看到什么 这个是指的是 HTM的标签 它是A 里面有几个属性 HREF 就超连结 class就是它的那个类型 OK 那主要就是class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 主要是这个东西 我可以把它复制起来 放哪里 接下来的话 我可以先登用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大概做法 也要用find all find all 把刚刚的那个class 放在 find all 这个第一个是找A 就是HT 那个 HTM标签 后面的话就是它的class 把class名称贴到这边来 然后呢 先不要跑回去 我先执行给各位看 比如说我先把那标题抓下来的话 执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的话呢 它就全部帮我把 有没有 最新的 欸 藍绿活 这个 焦点新闻 哪一个 这个 焦点新闻 就这个 这个 再来共军 你看看共军 那第二个 欸没错 那超连结就这一串 欸 那怎么做 基本上的话呢 大概不外乎第一个 我们一样import 这个request request实际上就把原始党全部抓下来 可是如果你原始码如果全部抓下来 我们看到的结果 假如说原始码 你如果看到是这样的原始码 你要从原始码里面 去找到那个焦点新闻这些的话 哇恐怕真的会昏倒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不用这个方法 而是用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按右键检查一下 那检查几个特征 包含什么呢 第一个 你要一般习惯 如果你要找超连结的话 一定会有个A 所以我们的HTML标签 A这个标签 那另外我要的是超连结 所以HREF这个我要 那类型的话 这边有class class这边 我的习惯 把这一串 把它C 或按右键复制 点两下之后 这一串就是我要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 这个地方 把这个第一步 我们一样去抓 所以我给它超连结 get回来 那会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HTML物件 那我们之前是什么呢 用那个HTML的那些文字 有没有 不过特别注意 会多用一个 BeautifulShip OK 那BeautifulShip 必须什么 丢给它做呢 帮我做后面这个 这个参数是固定的 帮我做那个HTML的 Parser 帮我做分析一下 看一下我要找的东西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下 所以利用这个方式的话 它会丢回来产生一个BeautifulShip的物件 那利用这个物件里面主要两个比较常用的方法 一个是Find 一个是Find 如果是只有一个的话 那就Find 如果很多个的话 那就Find 那我们要的新闻标题不止一个 所以要Find 帮我全部找到 那你可以看到 一般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Close 这个点两下 那你可以Ctrl-C 之后 我一般习惯会多一个Ctrl-F Ctrl-F做什么呢 就是把它贴到下方 Ctrl-F这边会多一个 可以让你寻找 位置的这个地方 那你会发现 Ctrl-F是指的是 帮我去找这个原始码里面 关于这个名称到底有几个 你会发现 总共有36个 基本上 刚好就是跟我们那个新闻标题 数量是一样 刚好36个 所以我确定一件事 这个Close 应该就是我要找的 OK 我根据它 所以我怎么叙述让 Python知道这件事 第一个的话 我就在底下 先产生一个 UtifulShip的物件 第二步的话 我就前面用什么 用 用一个List去接 接什么呢 SP这个物件 就BitualShip 后面的话特别注意 这一串怎么来 你就点什么 点FindAll 因为我要找的不止一个 所以你就找Find OK 里下的话有个FindAll 有没有 这边有个Find 底线 全部 全部把它找到 刮弧 那特别注意 FindAll 它里面 必须要给它几个东西 你会把它点Find 它会出现 Find底线 它里面的话 会要 跟我们要几个讯息 第一个是它的 标签的Name Name Name的话就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那个A的部分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你可以点 它当然主要必须提供给它四个参数 但其中后面两个其实不需要 你先按成Next FindAll Next FindAll Next 下一个把它删掉 那其实我们只要两个参数 就是前面两个 第一个的话就是 我们要找的HTM的标签什么 那我们刚刚看到是A 在那个A里面 这个A指的是这个 这个里面这个 这个A有没有 A 这个物件 这个标签里面 会有HR 这个就属性 HREF就是它的属性 OK 那底下还有class 我们要找的是它这个class 这个类型的 OK 所以我就把class 这个名称有没有 后面呢 请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要慢慢 记得这个规则 A里面哪个属性呢 我要的属性是这个 所以class 我就把class点两下 把这一串东西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呢 贴到A 把它贴上 好 那这样的话呢 第一步就完成了 那不过我们 可以先 后面先不要跑 先把这个list1 先print看一下 如果说它里面有放东西的话 那表示恭喜你 你应该 就已经有抓到你要的东西了 执行一下 OK 看一下 这里面 看到这个结果呢 有没有 它回传一个list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list里面放什么东西呢 它还是放 其实就放一堆的这些东西了 没有 它等于是把36个里面的所有的这一串东西都给了你 那如果说我今天只要其中一个属性 什么属性呢 其中我要的属性是HREF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如果我要抓它的HREF的话 另外再写一个回圈 把里面所有的一个一个的抓出来 那抓的话呢 当然我们可以 假设我今天print的第一个 比如说我要抓的 因为它里面等于36个全部给你的 那如果我要抓第一个的话 我可以第一个把它print看一下 这个是第一个 但是如果我只要里面的文字 只要这个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做 这个里面的文字就点什么 点test ok 点test的话 执行一下 有没有 有点像剥洋葱 但是其实 难度还真的有点 比之前还更高 如果说我要抓到里面的超连结的话 那一样 你就是把这个 改成特别自由 如果说你要抓里面的文字 就是比较简单 如果你要抓里面的超连结的话 记得 你就是在这个地方加一个get 如果要抓属性的话 特别重要 跟它讲说 我要抓的是 这个标签名称 叫什么呢 href 所以你就把href 把它输入到 get的 这个里面 就是我要抓这个属性 帮我把这个属性的资料抓出来 执行一下 那它就怎么样 帮我把它的超连结 其实就是抓哪一个 抓这一串东西 帮我把它抓出来 当然如果你要抓别的 你就是一个一个再去抓就可以了 ok 目前的话只有抓一个 如果你要全部抓的话 那我们就把它写成回圈就可以了 那回圈的方式的话 当然我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用for each的写法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什么 一个一个for i in range 只是说那个range 你可能就是要把这个写成list哪一个 那我们如果用for each的方式 就是相对比较简简 所以for x 比如说里面的东西 indexer 一个一个帮我抓出来 然后呢 先帮我print它的tether 再print它的超连结 ok 执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了 36个就全部抓下来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请问一下 在你的code 里面的p5 就是smine code 我们取a 标签 然后a 标签下面会有好几个途径 就包括了hrf 跟class 那我们在取class的时候 我们需要写class等于omenta bc 可写可不写 是可以写可不写的 当然我的习惯是 如果可不写的话 我通常不会写 因为这是个人习惯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写的变得很复杂 就一堆了 所以我的习惯是 反正将来你可能自己在做 做笔记的时候 你可能自己要 就是要记得 第一个 就是要找什么 所以也许啦 最好是说 你们将来 可以在这边比对一下 这个东西 有没有 就对应到 这一个地方 后面的class的话 跑掉 就是对应到另外一个 最好是自己在截图 自己在说明一下 会更清楚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当然这边的话 也可以用slater 没有问题 只是说我觉得结果一样 如果结果一样的话 建议 不见得一定要多学一个 多学 多增加 多增加自己的那个 多记忆 多增加困扰的 ok 好 试一下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用 find all的概念 如果说将来 你只有一个那就find 多个就find all 这种方式我觉得是相对 因为爬虫真的是 蛮多种的方法 不是只有单一种可以 爬到你要的东西 那我只是按照我自己 比较习惯的 这种爬的方法 而且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你可以爬到我要的东西 它主要是透过那个beautiful soup 如果没有beautiful soup 要爬还真的蛮麻烦的 因为以前真的像写java的时候 没有beautiful soup的时候 那真的是很要命 为什么 因为你变成要去 找那个原始码里面的什么位置 然后在哪个位置到哪个位置的资料 再把它切割下来 再放到我们要的位置 那真的是很要命 但是如果你用beautiful soup 其实这件事情相对就简单很多了 只是说你们可能 会比较有问题的应该是 对于什么呢 这个浏览器里面的这个东西 在哪个位置 可能要慢慢习惯一下 按右键 这个检查一下 再慢慢可能要观察一下 这里面我们要的东西 它一定是在A 这一个标签底下 所以 如果它里面有 文字的话 那你就抓点test就可以 如果你要抓它里面的超灵结 就是用get 属性一定要get 但是文字就 只要点test就可以了 这里面请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